主要的一個軸線 就是著重是在他Peter Parker的身世之謎 這次還有就是出現了非常多的反派 燕拓覺得這次續集 特別覺得值得期待的地方有哪些 是 最近這 大概是最近這十年吧 你會在這些漫畫英雄電影裡面看到 他們開始要玩就是雙反派 或甚至是三反派這樣的一個安排 那可以想見 這是為了想要讓不管是動作場面 或者是打鬥場面都更豐富一點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這麼多部看下來 會有一個感覺是 畢竟不是每個導演都是諾蘭 那像諾蘭在黑暗騎士第二集跟第三集 他運用包括讓第二個反派 不只是反派 而是也在故事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轉折的樞紐 那樣子的安排 其實在回過頭來看 這一集的蜘蛛人 就會覺得說三個反派 好像畢竟還是稍微 稍微嫌擁擠了一點 那從由此也許也可以看得到說 兩年就想要拍一部續集的這個劇本 寫起來畢竟是比較重塑的 但是我想好在這並沒有 這並無損於 這片中篇幅佔最多的這個反派電光人 他在所有的動作場面打鬥的時候 那跟蜘蛛人彼此過招的時候 那種動畫特效所畫出來的那一個視覺的 絢麗的美感 那包括蜘蛛人自己的一些 一些剛剛說的人體美學 這些東西都是無庸置疑的 絕對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個業界的最頂尖的水準 那另一方面就像剛剛凱英說的 回到這個故事本身的主軸 包括是彼得帕克他自己的神世之謎 那也包括其實你可以感覺得到這個劇本 他依然是最著重於導演 他最擅長的那個男女男女主角之間的感情戲 所以可以看得到說彼得帕克跟觀世代戲之間 每一場戲他們那種很自然 甚至是很隨性的那種相處的活化 真的你一看你就覺得這兩個人擺明了 就是在 談戀愛 前面談戀愛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把這個主題放在這部分 其實這一集的包括男女主角的感情主題 他們放的一個主軸是在於英雄 對於他自己要不斷地去冒險 那會不會連累到他所關心的人的這種焦慮 所以包括像蜘蛛人會覺得說 他非常愛這個女主角 但是跟他在一起其實是會害他捲入一些危險 所以他覺得他是不是應該要跟他保持一個距離 那可是這種我是為了你好 所以我要跟你保持距離的這種擅自為對方做決定的愛情觀 又好像並不是一個 又好像不是一個真正的真正理想的一個愛情觀 所以如果把他放到我們一般人會碰到的一些愛情的處境來看 就是也許是真的真的是一個從事比較危險工作的人 或者有的人他可能是身患絕症等等 他覺得我並不是來日方長 那比如說甚至或者有些人他單純就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給我們兩個都有一個很溫飽的生活 所以跟我在一起你會受苦那我寧願不要跟你在一起 其實是在負責任跟愛情之間的一個掙扎是這一個故事很有趣的一個切入點 就是已經自己設下自我防衛機制了 已經預想說對方應該跟我在一起會就是怎麼樣不幸 就是大家都必須要面臨的愛情的一些難題 那這次就是為續集增色很多 像他也是帶給他很大靈魂的一部分是配樂的部分 像剛剛就是燕拓已經講到說我們很重要的反派這個電光人 Electro當然跟電影有很大的關係 有沒有辦法幫我們多介紹一點 是這一集的蜘蛛人的配樂者換成漢斯基默 那我想漢斯基默這個名字就算在台灣任何人家有在看電影的人應該都不陌生 那他可以說是這一代的好萊塢商業片的一個王者 那這位王者他的霸業已經已經持續了三十年 但是我想我們這代的觀眾大家共同的最有印象的應該是整整二十年前 他跟愛爾頓獎一起合作配樂獅子王的那時候 那內部配樂也讓他們兩個的事業都到了某一個某一個巔峰期 那那之後呢其實愛爾頓獎就順勢往音樂劇那邊發展 那漢斯基默他則是漸漸的就成為一個熱血磅礡史詩配樂的那種代言人 那包括神鬼戰士啦包括絕地任務包括神鬼七行系列 乃至於到去年的決戰終點線 他的那種動作配樂的非常旋律性非常強的那個感染力 我想大家都看過電影的人已經都會印象深刻 那事實上喜歡他的配樂的人 你會很喜歡的是他的音樂就很有畫面 所以你會事後你發現你光是聽他的原聲帶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音樂作品 那但是相對的其實比較不喜歡的人就會覺得他的音樂其實是那個牽引性是很強的 也許太強了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他在電影裡面當他的配樂出現的時候 導演幾乎不太需要做什麼事情 你光聽配樂你就知道什麼時候該難過 什麼角色會出現 什麼時候該緊張什麼時候該快樂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季末他自己最近這十年 自從他跟諾蘭導演開始合作 包括黑暗其實三部曲 包括全面啟動之後 他其實是有意識的在避免這樣的東西 那他的配樂風開始轉變成一種旋律沒有那麼強 但是反而是靠音效去輔助你的情緒 他也會靠一些一再重複的和弦去加強你對某一個角色的 的認同 所以這樣的配樂你第一次聽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那麼被他吸引 但是久而久之你會發現你其實是漸漸會被他洗腦 你會變成你的那陣子的生活 生活節奏都有一個他的配樂在底下 那也另外一方面就像剛剛說的 他會被批評說他跟他的一些土地們的音樂 好像常常是互相複製來編奏去這樣 所以漢斯基末他就有意識的在選擇一些他以往比較不熟悉的素材 然後去嘗試一些對他來講沒有那麼沒有沒有那麼了解 但是又可以做出一些心意的東西 譬如像全面啟動他就玩了一些時間變形的那樣的音樂效果 所以反過頭來說當他接下了蜘蛛人之後 他等於是一口氣擁有了 美國漫畫裡面最受歡迎的三個角色的配樂 超人 蝙蝠俠 蜘蛛人他都配樂過 那他都扛了這些東西 而且事實上 因為上一集的蜘蛛人的配樂是詹姆斯霍娜寫的 那他寫的那個一個非常甜美的主題旋律 其實我很喜歡的 所以這一集換了人 我最一開始其實是反而覺得有點有點失落的 但是後來實際上看過之後 你會發現漢斯基默他在這一部蜘蛛人 他繼續延續他的那種實驗性的配樂風格 那這裡頭旋律性的確還是沒有非常強 可是少數一些比較感性的段落 還是有那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最主要的篇幅就像剛剛凱欣說的 就是配合電光人這個角色 其實基默他這一次大量的使用 一個侵略性很強壓迫性很強的那種電音 電子音樂的效果 那他是很繽紛的 那同時又是每次出來的時候 跟那些動作戲份之間的配合的那個剪接 其實是那種對氣勢的一個堆疊 其實是非常強的 那另外他也用了一個電音的效果 叫做dubstep 就是回響貝斯的那種效果 那個感覺很難形容 大家可能真的要去找來聽 你才會有感覺 那個快慢收放的那種電音的那個節奏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沒錯 就大家看了 進行員看了以後 可能過很長的時間 腦子裡面都還是會這部片的配樂的選擇 真的是這樣 那今天非常感謝彥拓幫我們介紹 知初人驚奇在一起的續集 謝謝彥拓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